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6月20日 在一个公开场合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 并称今年较早时候中国的间谍气球 偏离航线进入美国上空时 习近平感到相当难堪 拜登总统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会见了习近平 这次访华只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拜登在加州的一次竞选筹款活动中表示 习近平之所以非常不高兴 是因为当我下令击落这个装有 两大双间谍设备的气球时 他不知道气球在哪里 拜登补充说 对独裁者来说是极度难堪的 当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气球原本不应该去那里 他被催离了轨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星期三在回应拜登有关讲法时表示 美方有关言论极其荒谬 和不负责任 严重违反基本事实 外交礼仪和中国政治尊严 是公开的政治挑衅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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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